六月初五,是杜学士府上魏夫人的生辰。 因尚在国桑百日之内,家里不曾大操大半,魏夫人正在待客之时,那边她最心腹的一位妈妈悄悄走了过来,说是杨宁侯府的三小姐和四少爷到了,是奉了太夫人的命前来拜寿的。 文婷此言,魏夫人立时眉头一挑。 按照亲戚之间兜兜转转的辈分,朱氏应该算她的表姑姑,可是撇开了这一层,已经远的亲戚不提。 早年间,朱氏轻轻巧巧地帮过家里几次。 就是姐姐和她先后出嫁之后,因为产业的事情也求过朱氏。 再加上,之前几日得过那边的消息,因而她历时吩咐长子杜生,带着弟弟杜竹,亲自出去相迎。 吉志仁进了屋子,她端详着这一对姐弟,一时忍不住就看住了。 魏夫人本就因为朱氏的缘故,对着姐弟心存好奇。 如今看到这般品格,顿是心生欢喜。 以前呢,我觉得姑母是醉剧慧眼的,如今看来,还是姑母会教导人呢。 夫人,前头又有人来,说是给您拜寿。 门外突然响起的声音让魏夫人为之一愣,犹豫片刻才问道,什么人呢? 两个人说是老爷的学生,来拜见师母。 这话子说的屋子里的一众人全都愣住了。 魏夫人和自家丈夫最是之根之底,在荣生汉林院掌院学士之前,杜威芳遭了霸斥,期间窝在宣府老家闭门教书,那学生还都在努力考县市府市呢,最出息的也就乡市,万不会在这个单口跑到京城里来。 要说科举的师生嘛,杜威芳从来就没有当过主考官,这学生拜见师母从何说起? 夫人,要不我去回绝了他们? 门外那个游蚁的声音让魏夫人一下子醒悟过来。 他沉吟片刻,开口说道,既是来了,哪有把人往外赶的道理? 这样,生儿,竹儿,你们两个一块儿去代课。 至于送礼,若是自己的书画,你们留心一下就好,若是其他的东西就回绝了。 说是老爷的规矩不可费。 哦,对了,请人留下来吃碗寿面。 杜威芳和杜竹两位兄弟答应这样往外走,一旁又传来一个声音。 娘,爹爹也许真的有学生在经师呢? 你还记得上司爹爹教我论语的时候,他说原本瞧着一个有天赋的学生,结果竟弃了举业,好端端的去从了军? 这件说话的小女孩不过十岁的光景,分装浴灼极其可爱,此时从椅子上费力地跳下来,一溜烟跑到夫人面前。 母亲,你不记得了吗?过年人家还送了节礼来呢,结果爹爹说是不要扔出去,结果却变了话把那东西拿到了书房,还把那方镇纸当成宝贝似的,整天把玩呢。 这么一说,魏夫人顿时想了起来,啊,或许真的是真而说的那个人,若是如此,你们应当是认得的,好好款待说话就是。 两个人一走,夫人便不再提之前的这一茶,屋子里渐渐恢复了欢乐的气氛,紧跟着丫头们又送来了果品点心,大小姐杜征亲自捧着果盘待客,一旁的陈衍悄悄打聊着那些大人,可是没过多久,杜征竟然把果盘送到自己的面前。 陈哥哥,陈衍在家里的兄弟姐妹当中,虽说排行不是最小,可是他和三房那几个弟弟妹妹压根就不亲近,可以说是没有真正体会过作为哥哥的滋味,被这一声哥哥叫的原本想要说出自己不需要的他,略一迟疑,鬼使神差的就抓了一把葡萄杆,多谢妹妹。 杜征平时是做惯了妹妹,没有在意这一声郑重其事的妹妹有什么不对的,笑嘻嘻地点了点头就让开了,而陈兰则是听出了陈衍的言下之意,见抓着一把葡萄杆的他,正努力地做出一副哥哥的做派,差点没笑出声了。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杜生兄弟两个已经从外头进了屋子了,来的两个人中,其中一个竟然是全哥,全哥当初背齐了树修,向爹地行过拜师礼的,所以听说娘的三十大寿,正好回来的他就亲自上门送寿礼来了。 至于另一个,也确确实实是爹取众的共识,他又和全哥熟识,您看…… 魏夫人文言也没有多想,当即点了点头。 我倒是谁呢?既然是全哥,另外一个又是全哥熟识的,又是你爹取众的共识,那就请进来吧。 这样,我去阁帐前面见人,你们在阁帐后头待着,如此便不予惊扰。 真儿,你这个主人要好好待客,娘,您就放心吧。 杜生笑盈盈地向母亲挥了挥手,眼见着人从左边的帘子出去,立刻转过身来,挨个儿地跟亲戚们打着招呼。 正房明间阁帐之外,魏夫人打亮着这两个前来给自己拜售的青年,见他们一个是鹦鹉沉着,一个是洒脱阳光,气质俱势不凡,心中便生出几分赞许,但是也只是谦逊地受了他们的办理。 偏巧这个时候,外间突然,有一阵极大的喧哗,魏夫人虽年轻,但至家极其严谨,此时不禁油然而生韵怒。 她正要让身边的心腹妈妈去看个究竟,除了一个仆妇竟貌貌湿湿地闯进屋子里,眼见这阁帐里头全都是人。 她愣了一愣,随即也固捕地请罪,夫人,大喜啊! 汉内院那边传来消息,说老爷入阁,生了赐府,受华盖殿大学士,兼着户部尚书。 闻听此言,刚刚还一片寂静的阁帐后头,顿时传出来好几声的惊呼。 这都是一些深宅的妇人,内阁赐府,受华盖殿大学士,监护部尚书是个什么意义,他们难以完全理解。 但是,杜威芳升官了,这一点他们却是明白的。 而拉着杜征的陈兰大吃一惊之后,便在心里叹了一口气。 照这样看来,要和杜家联姻怕是不太容易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他就听见外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 杜师母,今日是您的寿臣,老师又入阁拜相,只怕紧跟着就有人蜂拥而至,进来贺寿。 还得及早准备才行啊。 闻可罗雀的杜学师傅,这一天就冒幻心严,狭窄的胡同中停靠了一溜的马车。 学师傅的当家主母魏夫人,出身京都世家,可是本家不是那些公侯伯爵之类的功臣。 多年下来,早是由武转文,他又是济士,随着杜威芳之后,教养济子济女,自己又生了一个女儿,一向是低调再低调。 万没有料到,自己这个三十岁的生辰,竟会迎来这么天大的喜事。 如今,尽管大门已经关上了,可是,面对着那门缝里塞进的一打一打的礼单子,一个一个败寿的官员夫人们,他觉得脑人都疼。 可是,懊恼归懊恼,但官面上往来不外乎人情,他自然不能像丈夫那样铁嘴。 这边乡已经够乱的了,那边乡又来报说,竟是有几位新科晋士堵住了后门,说是要来拜见师母。 魏夫人,简直是焦头烂额。 这一颗正经的主考官,是已经下台的张格老,杜威芳只是个独眷官,他算哪门子师母啊? 这罗旭也就罢了,终究是起头就已经来了的。 杨靖州是丈夫在宣服教书时收下的,自己这两个儿子和人还算熟识,可其他这些人,这会儿来添什么乱呢? 他正不知道该见不再见,那边罗旭便歉意地开口。 师母,今次实在是我貌事,只因前几日去公公到家,把当日预批的电视卷子和老师批的会师卷子一块儿拿给我瞧。 我当时才知道,电视船炉时是侥幸和皇上爱护,会师的名次已经是老师秉公,所以想着今日趁着师母寿臣来拜会拜会,也想等到老师来请教一番,谁知道正好遇上这等事情。 杨靖州也跟着陪礼,师母,依我看,还得派人去顺田府和东城兵马斯打个招呼啊,让人到这边静一静,以免更多的人涌入,到时候就难以应付了。 这个,魏夫人评宿习惯了家中的冷清,更是贤友和顺田府五城兵马斯打交道,此时一听这话,顿时有些迟疑。 杨靖州想到杜威方回来之后,看到这乱糟糟一幕的情形,顿时苦笑,师母啊! 从前先生是汉林院的掌院学士,有些衙暗无妨啊,如今一入阁就大发雷霆,把人往外赶,总有些说不过去吧。 罗旭正满心尴尬,听见杨靖州说起东城兵马斯和顺田府,他心中一动。 师母,杨兄说得不错,那些权贵之家兴许不惧东城兵马斯和顺田府,可是那些低频小官未必就愿意让这回送礼落在别人眼里,如今至少可以少些人的。 想了又想,魏夫人终究还是按照他们的建议,派次子杜竹领着小司从侧门去了东城兵马斯打招呼,让那边派人帮忙维持。 可前脚人刚走,外间一个仆妇在门边禀报,夫人,金王府长使,派人送礼来了。 卫夫人一下子就愣在那儿,伸手认不住去揉太阳穴,可是两手只才一按,接踵而来的禀报声,让她的手僵在了那里。 怀王府长使派人送银丝寿面二十斤,寿桃三十颗,香木树珠四串,表里二十端。 宋阁老府上…… 情知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,魏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一时之间头痛欲裂。 隔丈后头的陈兰自然知道,这一刻的肚腑一下子就成了炫温的中心,别说外间那些层出不穷的伴兽人了,就是这屋子里的女人孩子们,又有谁不是坐立不安的呢? 郑妹妹,平日里,令尊在家的时候,三姐两寿,有没有收到这般礼啊? 爹爹规矩大,又不常做学官,亲戚上门都只是随随便便,带些寿命寿逃也就算了。 至于汉林院那些大人们,多半是送些字画,其他人,因为爹爹站在大门口,直接骂走了两次人,根本就没人敢来的。 爹爹还有一次,在门口挂了一副对联。 嗯,反正是居收礼的,那个时候我还小,具体是什么,就不清楚了。 这样下去,爹爹回来,又要大发脾气,等他回来,兴许会直接把人骂走,把人家的东西扔出去。 陈兰听说过杜威芳的方正,可没有想到,这一位竟然还往大门口贴过这样的对联。 然而,正是听到这一条,他便突然记上心来。 连忙附身在杜征的耳边问道,要是再这么下去,只怕你爹爹回来呀,已经晚了,你爹的字迹,你模仿得来吗? 杜征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,聪明剔透的他,哪里能不明白陈兰的意思呢? 陈姐姐,莫非你要我学爹爹那般挂夫对联出去吗? 陈兰威威一笑,不止如此,你再对你娘说,让她把寿陶装上回礼盒子,如果不够了,就派人去登市胡同四宝斋买些盒子,吩咐他们华丽一些。 那是我家的产丽,你只要抱上杨宁侯府,那边自然会雕上好的,待会儿把这些拿出去,送给那些钱来送礼的,只说杜家家训在,夫人不敢道死。 只是寿陈之日,既大家登门便一起沾沾喜气,至于对联嘛,你就亲自写上这么两句。 一旁的陈兰威威本是竖着耳朵,因而听到这滴滴的声音,瞠目结舌的同时又担忧起来,姐,这么直白的东西,挂大门口,会不会让大人太难做了? 陈哥哥,你放心,一点都不难做。 杜征学着男子的样子向陈兰抱拳坐衣,爹爹要是在呀,只会做得更出格。 这样正好,我去对娘说。 阁仗前头的魏夫人,二厅的送礼来的权贵府邸越来越多,颇有些招架不住。 结果,杜征凑上来,滴滴对他这么一说,他顺时愣住了。 想到杜威芳到家大发雷霆的后果,他就不再犹豫。 好,你快去厚得写,家里的礼盒还够实,先拿出来再说。 杜府门外的胡同已经差不多是水泄不通了,就在众人因为晋王府和淮王府先后派人来,纷纷交头接耳的时候,那两扇大门终于打开了。 可是,里面却是出来两个家丁,搬了梯子,在门廊两边忙碌了一阵子。 众人见到,原本杜府的门帘就换上了新的。 求生迁请谋他路,预送礼,没入此门。 杜威芳的性情说得好听,那是方正,说不好听,就是乖张了。 这一点,官场常客是都知道的。 等到杜府长子杜生带着管家出来,客客气气的团一之后,又重申了家训,旋即拿出寿高盒子好言好语的送了出去。 好在,所谓的同乡童年以及门生们便萌生了退役。 很快,这么一拨人就退得个七七八八。 而那些光纤车轿上的大人物,却不得不衡量,这次,这位赐府入阁之后,会对朝廷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变数。 因而,反倒比那些寻常官员更耐得住性子,只吩咐继续等一等,又拆人去留心督府前后门和侧门。 这一等,便到了半晚。 杜威芳这位新鲜出炉的四府,方才坐车回家,在胡同狗就瞅见了这边的光景,心中大为不悦。 刚要说话,却见车夫抢在了前头,老爷,门上对联似乎换过。 对联? 车夫如此这般的一说,真正的说到他心坎里去了。 一时大月的杜威芳,几乎一瞬间就改变了最初的打算,拘前两步到大门口站住,随即看了一眼那些忙不迭,下车叫要过来的人,淡淡拱了拱手。 不财入阁,捉惊生辰,有劳诸位费心了,但是杜家家归不是一朝一夕,轻输我不能废了规矩。 若要续公事,请家里坐,若要逊私情。 我的习性想来诸位早就知道,哪怕不知道,这对联也已经写清楚了。 他已经静止来到了妻子的正房,得知内中有亲戚女眷,他脚步略略迟疑。 可是,他毕竟已经五十开外,今天这光景又只怕惊扰了这些人,他便打算进门赔个礼。 可是,一进门,他就看见除了正中的妻子儿女之外,竟还有两位不素之客。 杜威芳神情不善地看着这两个人,你们两个怎么来了? 魏夫人看见罗旭和杨靖州面面相去,老爷,权哥是你在宣府就受过人家拜师礼的,今天人家也只是来拜授的。 至于罗世子,他们都是借着机会向老爷来请教的,全都是在尼诸葛消息没传来之前就到了,最初是生儿和卓儿陪着说话的。 杜威芳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,随即也不理会,只各自问了各家女剑可曾受惊,见满屋子的妇人慌忙站起,不管从前常来的还是少来的,她都一个个进行了引荐。 即至到了陈兰陈妍姐弟,想起事情还不曾对丈夫提过,她顿时有些迟疑,但还是直言解说了两个人的身份。 杨宁侯府? 是,太夫人论辈份,我得叫生表姑姑,他们一早就到了。